我想他可能会记得我吧 直到听见主持人问江爷爷以后再次见到福宝 你觉得福宝还能认出你吗 爷爷不敢肯定回答 我才知道爷爷真的很怕福宝会忘记自己 福宝今后的雄生 请大家多多关照 这是两位爷爷仅有的诉求 一直不敢面对的事情 终究还是躲不掉了 爱宝乐园官方已经发出公告 福宝最后和姨姨们见面的时间是3月1号到3号 这三天瑞宝归宝和爱宝将不再出门营业 福宝全天营业与大家见面 最后一天见面会全程直播 来欢送我们的福宝 相信这次的直播要比上次福宝三岁生日直播还要多人吧 不过乐园的情绪氛围也会大不相同 为什么要在3月3日这天作为福宝最后一天和大家见面呢 其实是有原因的 2016年的3月3日 是熊猫爱宝乐宝跟随 将爷爷前往韩国成为韩旅大熊猫的日子 所以爷爷选择这天让福宝和大家告别 爷爷真的是用心良苦 这天对爷爷来说也是非常有意义的一天 希望大家可以记住这个日子 从3月4日开始 福宝就不能和大家见面了 要开始进行一个月的健康管理和检疫等回国准备 宋爷爷也是控制不了自己经常晋升卫士福宝 将爷爷天天加班深夜对着熟睡的福宝袒露心声 虽然福宝4月份就回国了 但是爷爷表示不希望福宝看到自己难过的表情 这样福宝也会难过 自己会慢慢退出福宝的生活 一切都会为福宝准备好 福宝不用担心 在剩下的时间里要幸福 宋爷爷则是担心福宝回去之后 还会不会有人给他做小礼物准备想惊喜 如果没有 爷爷说要把自己做的所有礼物打包邮寄给福宝 福宝记得到了要把地址告诉爷爷 福宝一定会雄生顺遂的 请带着两位爷爷和妈妈爱宝 以及所有爱你的人的祝福 踏上属于你自己的幸福雄生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